今天来体验最近很火的奔驰EQS这个车 你也看完了 这个车跟一般的奔驰的汽油车是很不一样的 那简单聊一下什么是奔驰的EQS 这个是奔驰全新的纯电大型轿车平台做的一款产品 车长超过了5米2 轴距达到了3米2 一个全尺寸的轿车 同时在中国首发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450和身边这辆 及双色的580 画面里这辆 450后驱245千瓦的单电机 580双电机综合功率385千瓦 同时450跟580都配了108度的电池 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现在中国量产车里面电池容量最大的 除此之外 大家基本上只有100度的电池 还是挺夸张的 那我今天就拿这辆450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车的体验 它呢 跟别的车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侧面的视觉 你一眼看过去 以为是一个单箱车 奔驰管它的上面曲线叫做拉弓一样 也确实是上面几乎快成为一个连贯的曲线了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你还是能区分出 这是前机器脏的位置 中间是座舱 后面是一个很短的运动风格的尾巴 但是后面是一个溜背加仙背的造型 因为这个造型 所以它的风阻系数可以做到0.20 真的是非常低了 有点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再从前面看一下细节 前面也是应用了很多奔驰之前没有用过的设计 它的前脸最显眼的地方 就是奔驰应该是第一次应用了全封闭的中网 因为纯电车这个位置不需要大量的进气 这个全封闭的中网跟它的概念车是一模一样的 同时这边的大灯 这辆450可能是因为选配的原因 也应用上了奔驰最新的数字大灯 这中间的三颗亮点代表着它是S级 那同时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EQE 也就是中间这个档次的车型会是两粒 那EQC就是一粒 中间应用了贯穿式的行车灯 这个没有什么意外 现在很多车都用了 这个车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把上部遮住 只看下部的话 它的雾灯位的嘴咧的这个样子 是很像汽油的奔驰S的 我把上面挡住 底下你是认识的 但是如果我把底下挡住 你只看上面 我再不让你看奔驰标的话 你是很难直接分辨出 这是一辆奔驰的 还是有很强的原创感的 我现在站在这个角度 往下看翼子板 整个翼子板非常隆起 肌肉感很明显 这个造型跟之前它的概念车也是一样 这个位置曲线非常好看 前翼子板是明显宽住于车身的 很少见的造型 轮子方面 首先这个450并没有用特别宽的轮子 只用了一个255的宽度 配了一个20寸的轮圈 255的宽度 对于新动员车型还是比较朴实的 你看保时姐傻子是 我那个TICAN的后轮做到315宽度 你说这不是有硬吗 那么宽的后轮多费电 255还是一个挺朴实的宽度 然后这个样式特别有意思 厂商管它叫星辉封闭的一个轮圈 我觉得接受起来还得需要一定时间 我有点受不了这种密集的轮圈的感觉 在它A柱下沿有一个细长条的东西 这东西你能猜是干嘛的吗 我给你打开看你也猜不出来 你看 这边是一个口 直到你看在里面标你就能看出来 这是加玻璃水的 它就不希望你开机器盖了 因为电动车机器盖就没有必要开在里面 全是电控 日常你也用不上 那我单独给你搁一个加玻璃水的地方 那就不用开了 这也太少见了 侧面的右后是它充电口的位置 因为这是欧规的车型 所以打开你看你就不认识了 不重要 我相信中规也是在这来进行充电 这就非常好 我还是很喜欢把车倒进车位来进行充电的 脑袋扎进去充电 拐弯的过程中 这两边的车就不太好弄 在这好 这尾灯你仔细看 这尾灯样式有点意思 它里面是这种3D螺旋的感觉 坐在这里头的 并且确实是一个螺旋管的造型 这个尾灯的样式还是很少见的 这个后备箱是6倍加6倍的造型 所以这里面肯定特别爽 打开之后果不其然 白色我很喜欢 你说脏不脏 那是另一回事 是不重要 先得是白的 这空间多大 对吧 先倍加6倍 你往里扔就好了 这是最爽的一种后备箱形式的 在这里面的一些的细节 这两边有两个比较粗状的挂钩 这个特别好 两边的灯光位置比较高 不太容易遮挡 但是我看亮度 也还行这个亮度 底下这有一个储核 也是不错 左边有一个耳朵的空间 也有锚点 这两边还有第二排的快捷放导按键 放导了之后 就会形成有一点坛的 直接贯通的空间 也还是不错 对于这样的车型 因为它一般也不怎么放导 所以这个后备箱 就可以得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真是挺不错的后备箱 这什么高尔夫球杆 高尔夫球套装 往里扔就好了 太能装了 作为一个智能电动车 自动驾驶非常重要 那在体验效果之前 那我们肯定先找一下硬件 厂商说这辆车 支持L3G的自动驾驶 且有激光雷达 那激光雷达呢 我找了一圈 并没有在前面发现激光雷达 因为激光雷达有很重要的一点 它不能装在倾斜的玻璃 或者是塑料罩的一件 激光雷达前面的木罩 必须得是非常垂直 否则是影响激光的效果 所以激光雷达是不可能 搁在倾斜的风挡下方的 那同时中间我们看到 封闭的中网的口罩下面 也是不能布置激光雷达的 是影响效果的 只能是搁在再下面的中网里面 但是中网里面并没有激光雷达 所以这个车的激光雷达位置 我们等最终量产车才能知道 那再看一下 其他的自动驾驶的硬件 风挡的雨量传感器旁边 有双目的视觉 同时前面封闭口罩的中网下面 肯定是有毫米波雷达的 除此之外 它的斜侧面并没有双向各45路 朝斜前斜后的视觉 这个是让我产生疑问的 因为要实现L3D的自动驾驶 你的侧面必须得有 双45度交叉的视觉 那至于说整车其他的 超声波传感器 那车身一圈都有很多了 OK 那我们最终等量产车 才能知道它自动硬件布置的 最终版本 你要说EQS 它的外观给人特别震撼 或者特别创新的感觉吗 它只是把曲线弄得比较圆润了一点 对吧 它的0.20的风阻系数 但是这个没有逃出你的想象 坐进来之后 我觉得才是EQS最大的一个精髓 中间的这个OLED17.7寸的屏幕 真的是非常爽 这个在别的车上完全没有见过 外加上副驾驶的娱乐屏幕 清晰度也很高 它们俩在一个平面上 做了一个重度的融合 我从我这个位置看过去 我前面的行车的屏幕 包括中间的车机系统的屏幕 及副驾驶的娱乐屏幕 这些完全连成了一体 这个精致的感觉 这个档次感 是EQS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 确实是不错 中间这个17.7寸的屏幕 是OLED材质 它的操控跟这一代的奔驰操控 是没有太多的区别 相对来说属于是比较好使的 但是呢 它并没有像引入 什么高德的车机系统 这些的方面 所以跟那些纯智能的中国品牌的新势力 还是不太一样 到了顶配的车型 其实做工跟用料就不用太担心了 这上面类似于泳衣的亲肤材质 这边也都是 你要说它是翻毛皮 肯定也不是 纯格也不是 我觉得就类似于你家的泳衣那种感觉 摸着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这个450的这些位置都是硬塑料 哪怕它做了一些皮革的温理 但是逃不出这硬塑料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稍微有意丢丢的可以再讲 翻盘白的对吧 并且皮质非常好 内凹的小造型也挺运动的 这方法盘我挺喜欢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中控屏幕 是它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 它两边的这个纯涡轮风扇造型的空胶出风口 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就比其他的奔驰车更加的精致一点 外加上它有这种扇叶的涡轮风扇的感觉 这个就特别像是飞行器的发动机的叶片 简单的前排体验 中间这个位置看似挺复杂 里面有Type-C挺大的一个无线充电板 外加这块板子 它可以这种倾斜的开过来 里面可储物的环节是非常多的 后面这种巡航导弹式发射井 打开了里面也是Type-C的充电 奔驰现在已经全面的变成Type-C充电了 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储石 并且还有照明 包括女性驾驶员的高跟鞋 都是可以搁在这里面 带了一个很亮的照明 这个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前面最后一项就是座椅的感觉了 那座椅的感觉 我觉得椅垫长度非常长 海绵并不是很硬 但是这个座椅包裹性 跟这些方面还是不错的 功能层面 加热通风座椅机翼 同时可调的选项也比较多 我相信这应该是全系的标配 因为奔驰历来的座椅的舒适配置 下放的是比较彻底的 举个例子 最低配的2.0T的G350 跟它的高配G63的 入门的座椅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都是具备有加热通风按摩 这些功能 后排的绝对空间肯定是超过两拳了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但是并不会是极致的夸张 到了什么三拳四拳 也就是两拳半的空间 所以它的头尾还是浪费了不少空间的 而这个座椅的感受吧 就是这个腰靠位置怎么顶得这么高啊 我也没找到单独调腰靠的地方 感觉着我就必须得往后仰着才行的 顶得好高啊 正好就治我这半螺棍的身材了 因为是纯电车型 所以终于它的地板中间不再隆起一块了 这个是不错的 中间坐人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白座椅的视觉还是不错的 但是椅垫是比较短 它最高点在这块 所以你就感觉到腿一半是承托在这个座椅 再加上它这个后面腰靠顶的比较高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块 跟腰部 这两个地儿是挨着座椅的 这个座椅有点奇怪啊 完全可以调的再软点 对吧 这个位置别顶这么高 450的配置在后面明显就低了很多 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并不具有单独调风的能力 打开之后 这里面是两组Type-C 两组HDMI的输出 我的天 后排也具备有加热跟通风 我估计这应该是隶属于什么 寒带套件啊 或者冬季套件之类的 应该不是标配 那这个后排 我觉得坐的舒适性 比我想象的还要差了一点点 舔完了一圈之后 我觉得EQX在它的外观跟内饰的方面 是有很多的创新的 并且它的硬件方面 虽然它的电机功率没有推得特别大 但是应用了行业最大的电池 这个还有挺大的优势 现在唯一让我没有确定的 就是它的L3D的自动驾驶 到底它的硬件布置跟实际的能力是如何 我觉得这也是我拿车之后重点要体验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拿车就好了 喜欢记得分享哦